多辆消防车急迟过来 前方冒出大量灰黑色的浓烟 民众见到忍不住痛骂罪魁祸首 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茬 遭到俄军轰炸 飞弹击中一间政府办公大楼 一楼就是医疗中心 造成严重死伤 至少三名儿童在这次攻击中丧命 其中一名小女孩遗体 就倒在自己的娃娃车旁 这段妈妈拍下她推着自己娃娃车 玩耍前进的画面 就成了她的最后身影 让乌克兰民众都很悲愤 CNN记者近距离拍摄轰炸后 满目疮痍的景象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因为乌克兰人也希望 全世界都能看到 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样惨剧 这栋建筑原本当晚会有演唱会 现在烟雾仍不断从窗户中冒出 旁边一间民宅上半部整个不见 附近停车场的汽车都被爆炸烧毁 乌克兰军方指控俄军从黑海潜艇 发射口径巡弋飞弹 锁定文尼查的平民设施发动攻击 另外南部港市尼古拉耶夫 同一天也遭到俄军空袭 飞弹击中摧毁的是一间饭店跟教育机构 至少有一个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批 这是俄国进行恐怖攻击的又一证据 欧盟官员在荷兰海牙召开会议 讨论成立特别法庭 调查审理俄国在乌克兰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G20财长会议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呼吁抵制代表普清的俄国官员 叶伦表示会在会议上施压盟国 要求对俄国石油价格定定上线 以切断普清的战争资金来源 迫使他终结侵略行动 叶伦也郑重警告 全球经济已经受到乌俄战争 溢出效应的负面冲击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